好,多謝Elsa Luke 你的支持,多謝你 現在在克里米亞大橋又要說一下 它現在部分運輸功能是重開的 當然大家看到這條影片好像炸得很厲害 但是俄羅斯為何可以這麼快修改呢? 其實俄羅斯有一件事一向都很厲害 就是搭臨時的橋 臨時要過河、過海的東西 其實俄羅斯是很厲害的 歐洲的河流是很容易的 它們有一些船就可以這樣 這些是蘇聯時代製造的東西 就是它的船可以自己攤開 好像攤一條橋出來 這些東西在第一次中東戰爭已經出過來了 其實有一部份的 當然不是全部的 有一部份的軍備第一次中東戰爭已經出過來了 但是在蘇伊士運河危機的時候 俄羅斯的軍備在河裡搭一條橋出來 很快地搭一條橋出來 然後被坦克過 其實俄羅斯一直都是有研發的 就是當時的蘇聯 現在他們當然也很快 因為他們的橋是這樣的 他們炸了一部份 他們為何可以衝回車呢 有一部份是一節節的 其實有一部份是掉了到海 其實有一部份 他們很快就做了一條臨時的 我相信是 現在看到的情況就是 他們的鐵路橋應該建得堅固很多 沒錯,是大火 但是應該是傷不了那條橋 所以如果火車過的話 它慢駛的危險性是很低的 它繼續可以在火車上通行 但是路橋那裡 它應該就是 這個是我估計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它是怎樣做的 它現在應該是做了一個臨時的 放在橋上 為什麼我說它應該是臨時的呢 就是因為它現在有一個重量限制 就不讓火車過 不讓火車過的 它就只是給輕型一點的車過 當然啦 俄羅斯方面 它就有另外一條片的 現在播到出來 我沒有辦法在這裡分享片 一個人就做不到 比較難一點 如果有兄弟幫忙做 那我就用這些 它就可以看到 有車已經通過了 其實就現在 但是 我認為它現在搭得到的是臨時的 就不是可以長期去用的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它應該就是 它放了一些臨時過竭的東西在那裡 那些車經過的時候 應該是要慢洗的 我估計 看得到的視頻 那些車 他們通過的時候的速度 都是比較低一點的 看到就 就是 他們有一大堆車 就聚了在那裡 通過的時候比較慢一點 那我認為都是 很合理的 那當然 這條橋其實就是 2018年的時候開的 那麼 西方的說法就是 這條橋就是 入侵烏克蘭的其中一個工具 為什麼呢 就是有很多士兵物資 那些東西都是經過這條橋 就運了過去 克里米亞半島那裡 那麼 當然 就是 烏克蘭的說法就是 就是 這條橋是非法 就是非法的東西 就要摧毀的 那麼 在烏克蘭偷了的東西 就是說 俄羅斯在烏克蘭偷了 以及搶了的東西 就要還給烏克蘭 但是 當然 其實 我的看法就是 烏克蘭這次可能 有可能 我不說一定是他做的 但是他偷雞了一次 之後再要炸鑊 就很難的 就不是這麼簡單的 就是有時候你偷雞的時候 你偷到一次 就代表你可以 經常偷雞的 其實就是 就是那個情況 他那個情況 我覺得 就是 俄羅斯的防備 鬆懈了一陣 那麼 烏克蘭就偷到別 那 那 很慘的 其實這次這件事 其實有無辜的人是死了的 因為俄羅斯方面 他就說有三個人死了 那 應該就是 保守估計 就是 他那輛貨車 爆的時候 旁邊 就有私家車 那 那個私家車 又船過 那 那 當然 那 不是很理想的 就是發生這些事 那 俄羅斯外交部 當然 在昨天都說過 他就 說是 恐怖 這個分子炸的 那 現在俄羅斯 其實還沒有調查到 但是他已經 已經說明了 就是 幾乎政權 對破壞 民用基礎設施 這樣去搞 還有他那個反應 因為 其實 俄羅斯 就沒有說 是 這個 烏克蘭 百分百是他做 但是 因為烏克蘭 就叫好 那條橋炸了 對不對 那 他 這個 就是 俄羅斯也是懂得玩的 就說 你們這些 民用基建 炸了你們 這麼開心 那你們就是恐怖主義的性質 這樣 那他又沒有說明是 就是 烏克蘭的恐怖分子做的 暫時 但是 之後會不會指到明呢 我覺得 是有可能的 現在他找了 其實已經找了那個人出來 剛才我們在新聞時段都說了 找了 一個 邊疆地區 就是俄羅斯邊疆地區的人 開那架 火車 那究竟是不是 意外 我就真的不敢說 現在還是要等 就是俄羅斯公布一些訊息 那 那現在 就是俄烏戰爭那裡 其實已經有其他 就是 情況是 大家要知道 就是 那 烏克蘭 他呢 就 炮擊了 這個 分離主義 控制 的 頓列茨克市 裡面的一間 引測廠 那 那為什麼 烏克蘭的軍隊 就會射這個 印刷廠呢 相信這間 印刷廠 就是 有幫俄羅斯 印一些宣傳品 那 烏克蘭 就炸了一間 印刷廠 那 現在他們雙方 都很坦白 跟大家說 一定是會攻擊 大家民用的東西 現在是越來越 不妥的 其實這場仗是 那 那 根據聯合國核監督機構的總幹事 也說 由俄羅斯軍隊控制的 烏克蘭巨型 紮波羅爾核電站 這個紮波羅爾核電站 已經俄羅斯說要收歸俄羅斯國有 那 現在 這樣做之後 他就沒有了 外部供電 那 他們那個反應堆冷卻 是要 電的 那 現在呢 他們用什麼來冷卻呢 就是 用柴油發電機發電 去冷卻 這個反應堆 所以 很嚴重 現在 那 那 當然 就是 烏克蘭當局 他們之前有說過 這條橋 就是他們的合法的 目標來的 就是 這個是烏克蘭方面說 他們炸這條橋 或者用炮去打這條橋 都是合法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這條橋是非法的 這個就是 烏克蘭方面的論述 還有 他們當然也說要收回 黑里米亞半島 當然 心理作用是有的 他們炸了之後 你說 那個士氣是否大震 烏克蘭方面 其實就是 跟之前 他們 炸了 莫斯科號的情況 是一樣的 就是 每一次 炸這個 黑里米亞 裡面的 目標的時候 烏克蘭人的士氣是大震的 這些 烏克蘭他們會持續做的 其實是 就算你核實 一些人的身份 讓人過橋也好 之後會不會 烏克蘭再想方法去炸這條橋呢 它是一定會的 因為我說過實話 現在看得到的情況就是 俄羅斯他們的宣傳 就一定會說的 民用設施 你們這樣搞 就不適合 這個世界 是不是有純粹是民用的設施 有的 就是文宅 應該純粹是民用的 但是 你到了打仗的時候 其實很多東西 根本都不是純粹是民用的 尤其是橋樑道路那些 根本都是均民兩用的 所以 現在雙方指責對方 在炸民用設施 老實說 都是很虛偽的 其實說真的 很多東西都是均民兩用的 這個現實就是 基建本身 本質當然很多時候都是民用的 但是你去到打仗的時候 你的基建又可以變成均用的 現實就是這樣 當然 俄羅斯媒體 他一直都說 這條克里米亞大橋 就是這個世紀最偉大的建築 俄羅斯方面的官員 之前 其實都有說過 這條橋 就是 有很多東西保護著 就是你在上面用飛機炸 炸不到 在陸地射一些炮過來 都射不到 然後 還有就是 你行駕駛過來 炸這條橋 都是炸不到的 這個就是 烏克蘭 他們想了 其他方法去突破 有可能是 或者有可能是意外 我不敢說 但是 每一次這些民用設施 就是被人炸 我都是很不開心 因為我不喜歡 看到這些東西 但是 無奈 打仗就是這樣 這些民用設施 通常都會成為目標 因為 很多民用設施 其實都有軍事用途 現實 我們都說回 現實真相 給大家聽 好了 也多謝 Ricky Lam 你的支持 剛剛 還沒有漏了 我也不敢說 還有Elsa Luke 也多謝你 這條橋 當然 有些人說 俄羅斯很厲害 很快就修復到 沒有 臨時的 我告訴大家 他未能夠確認 它是完全安全的 青山屠番麻醉員 就說 哈里米亞大橋被炸了 可能未常不是一件壞事 因為起碼可以被俄軍 在果橋時 遇到嚴重伏擊 造成大量步兵傷亡 以及軍備損失 但是 這個情況 我估計 對於烏克蘭來說 這條橋始終是一個目標 他這樣炸了一次 他一定會嘗試去炸第二次 我的看法就是 普京 警告過 扎連斯基 不要搞哈里米亞 但是 我也要告訴大家 扎連斯基 是不會害怕的 如果你覺得 扎連斯基 被普京嚇完 他就會收皮 不會的 扎連斯基 現在 他在玩一件事 就是跟 普京鬥大 而且 扎連斯基 因為他後面有美國人撐腰 他是 沒有所謂的 還有 美國其實已經是把戰士升級了 其實 已經是升級了 其實 為什麼美國升級了 他給了很多新武器 亦都給了多了武器 亦都給了多了武器 亦都感謝Rita Ho你的支持 扎德車就說 俄國出眼核武 應該不會的 我覺得應該不會的 沒有這麼快的 拉夫羅夫 他又出來說 要不要打核戰 拉夫羅夫出來說 有些人都說 可能是沒面子的說話 因為之前試過 他們說不會打烏克蘭 結果真的打 所以 很難搞的 現在打仗 對平民來說 其實是很慘的一件事 所以 從來都不主張 說什麼打仗 我們不喜歡這些 美國 吳凱銘 就說 修橋保路沒有私鞋 是的 我們這些 做修橋保路的人 就知道 是沒有私鞋的 很慘的 不是那麼好的 說真的 不過 沒有辦法 這些都是 該做的事 我認為 好了 講到這裡 都差不多了 回來 就會講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 休息一會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